最近有一位大学老师特别火,几乎有电视的中国人都知道他 前一段时间,他在中央电视台上给大家讲解论语 在中国卖得火急了,这样情况在以前也出现过 一中天教授通过讲解三国,也让大家都认识了他 但是当他们火了以后,都会有一些大学老师、博士们出来反对他们 双方都争论得很激烈 我觉得他们做的是文化普及工作 可以让更多的普通人知道了解我们古代优秀的文化和文学作品 我们必须让一般普通人正确的了解我们的文化和文学 因为你是博士,是教授 这次有人反对于丹,是因为他所讲述的论语 有不少地方是错误的,不准确 因此这次有些博士反对于丹,我是支持的 因为你是教授 不能错误的引导大家 中小学生和手机 这些年,手机是如此的流行 它让人们生活更加便利 可也让一些人十分为难 特别是那些家长们 让不让正在上小学的儿子 或者上中学的女儿用手机 这真是个问题 不用我多说 手机方便了学生向家长报告平安 也方便了和同学交流学习 这是它好的一方面 不好的一方面是 有些学生自制力不如大人 不分时间的老想玩手机 在下集中 有学生自制力不如大人 我是 TitulaCiD 柳子 航空 柳子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